今天清晨 投票中心开放之前 警员和选委会工作人员提前抵达位于贝旦拉玛的斯里巴卡瓦里幼儿园投票中心 为即将进行的投票程序做好准备 由于国民阵线和国民联盟候选人都会前来这个投票中心投票 因此有不少的媒体在门外守候 踏入早上八点整 投票中心正式开放 让选民们前来投下手中神圣的一票 第一位完成投票的选民是64岁的扎卡利亚 为了履行选民的义务 清晨五点半天还没亮就已经起床 早上大约8点30分国阵候选人穆哈默阿兹马威在妻子的陪同下抵达投票中心 他完成投票大约10分钟后 国民候选人穆哈默里斯华迪也来到现场 两人在门口碰面后友好握手并且拥抱问候 现场的气氛相当和谐随后也应媒体的要求合照 接着默默里斯华迪和妻子耐心排队等待履行公民议护 进入投票中心投票后向媒体展示沾有墨汁左手食指 一名患有肾病的老妇基氏躺在病床上也坚持投票 上午11点多71岁的望罗碧亚在女婿的陪同下来到资兰登克国小投票中心 完成投票程序精神可佳 在双西阿沙投票站一对新婚夫妇完成了穆斯林的结婚仪式后 穿着新婚礼服现身投票中心 新娘是当地人尽管投票日遇上了人生大事 但也不影响她前来投票 选局委员会主席拿督斯林南兰哈伦今天到投票中心 巡视投票情况 她透露昨晚下了一场大雨导致选区内的11英里村淹水 但选委会今早已经安排了船只 再送知情人员前往投票中心做准备 另外吉兰丹总警长拿多莫哈默扎基表示 警方从昨天至今总共接获了18项投报 并开档调查其中6宗违规案件 虽然今天早上聚集在双西亚瑟投票中心的政党支持者之间 发生了小规模的摩擦 但警方随后已经解决 能吉里周一席补选设有20个投票中心 总共开放46个投票渠道 根据选民策 当地共有20259个合格选民 选委会动员了431名工作人员处理投票程序 马新市电视采访报道